但是那时候我经常从小金门到大胆 去看我的部队 然后只要他们渔训起 我船这样一出来 我那个快艇 海龙蛙边的快艇一出来 这整片都是大陆渔民的船只 满满上百只 那我必须要在他们船阵中 穿来穿去 你在大陆渔船船阵中穿来穿去 因为它上百艘嘛 就在这一片 那时候我们海军署 大概也没有能力驱赶 就让他们在那边捕鱼 因为你一艘海警船 你怎么去驱赶上百艘的渔船 是所以在我们整个四月份的 这个演训当中 因为极度密集 这个又是大陆 我们看到渔船的 通常的一个作业区域 所以它的影响会很大 那看起来意外发生的机会 也是高的 因为刚刚从这个丽将军讲 受到天后风向的一些影响 四月份还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四月份还是对大陆来讲 还是他们渔民的捕鱼记 它的禁渔期是从五月才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很明显 我们只要一公告 那个涉及区域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所有渔船 都不可以到那边 包括大陆渔船 它的禁渔期五月开始 对 我们为什么不在五月才开始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挑衅意味就很浓了 对不对 这是我的区域 我觉得宣示意味比较浓 那在这种状况下 那我特别要讲 如果说他们这个渔船 动员了上百艘渔船 我就到你前面来 你敢不敢开枪打 这第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如果说是他们 这个时候海警船 过来保护他的渔民 因为我本来就不承认 你这边公告你公告你的 我船照样过来 那我担心我的渔民 这个因为你的涉及 造成这个损伤或人员的伤害 我的海警船 我特别到这边来 保护我的渔民来讲的话 那会不会双方因此就 互相插枪走火 这都是很敏感的事情 所以我说 为什么在这个 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你去公布这几个设计的点 我觉得让我们匪夷 让我觉得说非常的担忧 那确实是互相有 有比看谁 这个硬碰硬的味道 那火车已经准备要开始对撞 对所以大家 经由丽将军的解释 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 严重性 跟到时候擦枪走火 意外的升高的可能性 我再次跟大家补充一下讯息 这是我方所公布的涉及时间 先从后雨开始 它是4月2号 包括列雨的这个东刚 东刚它也是从4月2号开始 东刚还包括 东刚的地区非常的密集 它的涉及是 列雨跟东刚 4月2号 4月9号到11号 4月6号到18号 23号到25号 几乎整个月 都在进行这个涉及 那蒙湖雨跟这个复兴雨的部分 就是4月3号的部分 集中在4月3号 那最敏感的这个湿雨 就是最近的部分 它是4月17号跟4月25号 就是4月的中下旬 好 我先让立将军先讲到这里 我再补充一点 后雨这边 这叫大邓小邓 其实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 就是这边 这叫马山喊话站 然后当年林怡夫就从这边游泳过去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距离有多近 林怡夫就可以从这边游过去 第二我要强调点 八二三炮战 第一轮炮战打过来 把我们集新闻三个副司令官打死 就是从大阵发射的炮战 直接打到指挥所 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船过来 我想说我们观众应该可以了解说是 这个大邓小邓后雨 这边的敏感性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后雨这个实弹射击 它的方向 你觉得会是朝哪个方向 我如果说是比较那个 可能朝这边吧 因为如果说它朝这边来讲的话 那一定打过去 因为这距离太近了 就几百公尺 是在有效射程范围之内 大邓小邓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应该是往这边 而且这边是它的驻军所在 你如果说一发子弹 一发炮弹过去的话 它立刻炮拉出来 所以说绝对 它不会跟你客气的 那现在后续看对方怎么反应 是不是他要动员大批的渔船过来 甚至于他的海警船来护他的渔船 那我们就来比看谁敢开第一枪 我建议是不是 因为我们每次这个国军演习 尤其是实弹射击的时候 都请三军统帅坐在那边 坐一个参观台 你在那边参观 那是不是请我们这个三军统帅 到这边来 看我们英勇的国军演练 你建议应该直接到施宇对吧 没错 我特别讲 汉光二十号演习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涉及有多敏感 汉光二十号演习那时候是 陈水扁当总统 汉光二十号演习 都已经准备好 我那时候的演习部队 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但是中共释出一个善意 陈水扁立刻停止演习 所以那次汉光二十号没有演习 因为为了释出善意 对方释出善意 我们阿扁也释出善意 所以就停止汉光演习 那你现在刻意在这个地方演习 你是不是说 你说没有政治敏感性 没有挑衅性 没有人会相信的 包括美国都不会相信 好 谢谢丽将军 小心 好 我刚刚看到这个委员的眉头 也皱起来了 这个你觉得呢 从这个地图来解释 就非常的清楚 然后你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图 金门的南边 金门的北边 那刘武殿航道的书郡 我们的政府轻描淡写 包括这次发布这个实弹射击的 这个讯息也是轻描淡写 你怎么看在接下来这个四月份 会有多紧张 紧张其实也没有用 我四个字 食不我语 食不我语 当年我们金门炮战 甚至199年的危机 大陆解放军的实力不强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无法回避 今天呢 我再问一次 蔡英文 赖清德 民进党 今天呢 刚才我们画那个诗语 其实诗语是 原来的名字是老鼠的鼠 鼠语 因为形状像个老鼠 蒋经国当时在823炮战之前 去巡查的时候 就觉得老鼠好像没什么气 所以改成狮子的狮 他曾经在两岸已经开始缓和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缓和了 1985年发生一个惨案 这个惨案被掩盖到2013年 才由中国时报爆出来 什么惨案 就是有一艘大陆的扇板船 渔船 上面有八个人机械故障 就飘过来这一边 靠近诗语 注意到靠近诗语 还没有说登船什么东西的 你知道那个地方很窄嘛 一飘都过来了 是半夜 然后我们军防部从雷达看到了 就下令失语的官兵 那些还在睡觉 除了站缸以外 把船上给射杀了 那当时船上的人已经靠岸了说 我们是平民 我们不是军人 我们机器故障 我们飘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个官兵在请示军防部 军防部说军令已经下达 全部射杀 就有八个大陆的移民 六个当场被射杀 就在岸边 接着下来有两个人 跑到了吃雨的所谓海鼠洞 就是那个岸旁边的那个洞坑里面去 我们的守军 把这两个人抓出来 问军防部该怎么办 军防部说就地处决 所以就把这两个人 从思雨的最高点 刚才将军讲对 思雨是很陡的 五层楼高 直接推下悬崖 摔到岩石里面 当场七孔流血死亡 这个就是有名的思雨惨案 然后军防部做了后事说 要求把这些人埋在岸旁边 就是现在思雨的岸旁边 然后把整个思雨的守军 全部调回大金门 换防 然后引令 不可以透露消息 所以这个事情是在2013年才被 洩漏出来 什么洩漏出来呢 因为这几个台湾的这些 当兵的阿兵哥 过了这么久心里始终不安 非常不安 生活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诸事不顺 然后一直想回去思雨祭拜 军防部不准 那就心头郁闷就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了 所以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现在实力双方差距这么大 你这些演习 在他们眼中就小额科嘛 我一起上讲对台我们自己的军队不敬 事实上小额科你有什么武器可以打 油弹炮 高射炮 什么炮 大陆只要飞机一起飞 往思雨丢个一顿重的炸弹 思雨就不先了 重点刚刚丽将军讲 你说不要说丢炸弹了 他们就是渔船来 因为现在还在渔训期 这么多渔船来请问一下 能开枪吗 大陆等你开枪 欢迎你开枪 所以委员刚刚讲 他找不到理由 委员刚刚讲的这个事与残案 今天这个丽将军也跟我们这个 蜡丸豹讲了这个故事 当然这是个悲剧了 不过在当时那个 你看到这个 这个与敌这个势不两立的这个年代 我再补充一下 后来我们的军队上船 去搜索这个扇板船 找到一个家书 这个家书被《中国时报》形容成 一封永远记不到的家书 家书内容只写一个 妈妈我存够钱了 冬天可以跟你买毛衣 这么一句话 你怎么交代 我就无法交代吧 所以你要什么 要武 养什么威 现在哪有什么本事在 那个类于就是小金门 你现在有什么本事 我说不客气一点 你金门马祖根本就没本事 在人家眼皮底下 人家是不修理你而已 对 我以为一下子就讲到了一个重点 但问题是在两岸过去那个剑拔 奴章 汉贼 势不两立的年代 太多这样的一个悲剧也发生 但是请问一下 现在已经2024年 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年代吗 好 稍后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细节要告诉大家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